嗨,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今天的陽光真的超漂亮的 也沒有什麼風啊 秋,已經深秋了,即將邁入冬天 這一棵是我們的好朋友 領域的王老師 自證的那一個酪梨的枝條 我做的,各位可以看到了 這種叫什麼街? 芽街 芽街就是把削一個芽 然後駕接在一個酪梨石森苗的枝幹上面的方法 很清楚啊,這裡有看到 然後呢,原先移到原子裡面來 是希望他能夠有機會當 當那個瘦粉樹 因為這一棵植栽,王老師特別介紹說 在他的原子裡面,藏果很多年 果實樣態也非常好 那我們把他移到原子裡面來之後 一段時間原來是在那邊 後來,因為開花季節過了 我們就拿大的,這個很大 這個是一尺式的美織袋 然後就將他再移植到美織袋裡面來 那我們必須要誠實的講 屬於照顧 目前之災,原先 我以為他已經掛掉了 那當然現在狀態也還不是很好 可是呢 經過了這幾天 我們原祖老媽 他又來儲藏 又來整理之後 發現好像還有幾個 幾個那個牙梢在發展 雖然這個皮都已經 反正就是很不健康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幾個牙梢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各位再看一下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剛剛 剛剛我移除掉了那一顆 開始殘果的四季檸檬的一個地點 空間陽光位置都對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紀錄的時候 暫停一下 我要將這個美織袋的 這一個是A型花酪梨 沒有記錯的話 王老師自證的枝條架接成功的酪梨 因為美織袋 所以勒 好處來了移動方便 將他移到那個位置 讓他繼續發育 如果可以繼續發育 救的回來就是一顆 品系很好的酪梨子栽 那假設救不回來的話 那大概也只能夠是這個樣子 那至少原先以為他已經掛了 到現在還沒有掛掉 那我們現在就請紀錄的 老弟先暫停一下 我們來移一下這個 美織袋的好處就是移動方便 先暫停一下吧 好那我們兩個人合力 將這個植栽移到這個位置 一尺式的美織袋 只有六分滿的土 就已經很重了 所以美織袋越重 那個土 就越不容易移動 個人要移動的極限 我自己大概一尺二等 七分土 勉強很用力 如果一尺式的像這個 就一定要兩個人 不然 常常會有受傷的危險 好那我移到這邊的話 就是希望在這個位置 然後美織袋 美織袋比較不容易積水 因為酪梨怕積水 他的根系很淺 然後適當的澆水 試試看吧 試試看他自己生命力夠不夠強 夠強順利生長的話 到時候如果有空間 再找個地方地質 那如果救不回來的話 那大概就只能這樣 OK 就這樣子喔 下次再見 拜拜